哈囉大家好我是火柯 這邊講的是時間的格櫃 來看到這裡360個小時 小米手機解鎖要360個小時 就是21600分鐘 你會選擇等待呢 還是花台幣600塊 今天把它搞定 個人認為人生苦短 所以我選的是花600塊 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這個600塊 有多值得換你15天時間哦 首先開啟Chrome瀏覽器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去買一個 可以馬上解鎖你的手機的小米帳號 買一個帳號解鎖你的手機 馬上哦 好這裡輸入網址 bit.ly1.mmmm360 Enter 好這個是一個淘寶的網站 那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就去申請一個帳號吧 那這裡我就先登錄哦 因為我還沒登錄 大家可以先登錄 這裡我就按登錄啦 好登錄之後呢 還沒開始買哦 先跟大家講這裡 這裡有一個帳號管理 帳號管理按下去 我們要先增加一個大陸地址 因為這個 也不用送到台灣 其實它直接聊天室就搞定了 但是貨要 送到台灣 要跟 假裝送到台灣 啊我就用收貨地址 好收貨地址開始囉 這裡我 因為這是我之前集貨的地址啊 啊我覺得我也沒在用 但是 就是今天剛好用上了 就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有些東西不能送台灣 有沒有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 廣東神 這裡廣東神 深圳 這裡有一個深圳 然後保安區 西鄉街道 好了 然後這裡輸入 楊...天... 欸不是 黃...天...洋... 貝...公... 野...區... 一...棋... 移... 動... 一...樓... 103... 廠... 房... A... 區 然後加一個括號 然後這裡就輸入你的淘寶賬號 我這裡只是示範 這裡輸入你的淘寶賬號喔 這裡輸入你的淘寶賬號 好 再來 郵政編碼是 518102 收穫人姓名呢 輸入你的淘寶賬號 輸入你的淘寶賬號 不是打淘寶賬號四個字喔 是輸入你的淘寶賬號 這裡一個括號淘寶賬號 輸入你的淘寶賬號 然後電話這裡呢 就用大陸電話 嗯... 15013871001 按保存 操作成功 操作成功之後呢 你就會增加你的地址 好 那我們就回到 上一頁喔 就是那個 邏輯有沒有 我這裡用 用... 我不用上一頁 我就直接按再一次 MMMMM360 好 我登錄啦 這個登錄對不對 然後 你可以先跟老闆聊天 來 我就按和我聯繫囉 吼 和我聯繫 要開啟這個檔案嗎 我就按開啟 好 就會跑出一個視窗來啦 然後我就開始跟老闆講喔 老闆 要解鎖 解鎖 一隻 小米手機 在我們買好帳號之前啊 我們手機先要確認幾件事喔 這裡 來 設定下面啊 把小米帳號全部都登出喔 小米帳號不要登錄 然後同步的地方 Google帳號也全部登出喔 再來 回到上面這一個 關於手機 然後我們在Mu版本這個地方 點點點點點點 你看點個十幾二十下 它就會開啟開發人員顯像 這樣就好了 這樣我們等一下就來買帳號 之後再連著電腦一起做喔 我現在等到老闆了喔 一點多了 那它跟我說可以 那個買帳號了 啊我們就繼續囉 首先回到網站 淘寶網站 那一個是 130塊人民幣 所以我這裡 它這裡是10塊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要這裡 要13個單位 好 立即購買 那我就是 註冊剛才那個地址嘛 廣東市深圳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為了要那個 試給大家看的 我設定太多了 就是 廣東市這一個啊 吼 這一個地址 然後 往 下移 好 直接提交訂單 那這裡就輸入我的那個信用卡帳號跟密碼 呃不是密碼 就是背後那個 還有那個 有效日期喔 那我就繼續囉 這裡確認付款 好啦 我成功了 交易成功了 好 我就關掉 然後回到這裡 老闆就給我一組帳號密碼啦 好 接下來就是重點了 吼 我們開始用這一組帳號密碼解鎖了 吼 這個帳號密碼很重要喔 開始囉 開始要看相機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手機的部分了 手機的部分很重要 所以我用相機跟電腦一起拍 來 接上你的手機 我想這個小米手機 各個手機的那個畫面都一樣 所以我就用這一支示範就可以了 接上手機之後呢 來 進入設定 設定之後呢 我們去小米帳號 小米帳號 然後 要用帳號密碼登入喔 你就用帳號密碼登入 來 這個 順便就輸入剛才老闆給我們的帳號 這裡 然後 確定 呃 登入 好 啊這裡會問說發送短信 還是其他驗證方式 你們等我一下要問老闆 好 老闆說是的用短信 然後我們這裡 就按發送短信喔 發送短信 然後老闆等一下會回我們那個 簡訊碼 那我跟老闆說一下發了 就是我已經按了啦 那簡訊碼應該發到那裡了 等他給我回答我就好了 繼續等老闆喔 好老闆又給我號碼了 來 81376我試試看喔 這裏 813796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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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登錄了 然後我們登錄了 按我知道了 這邊我都去拒絕 拒絕 然後 關閉雲服務 關閉尋找手機 繼續 好我們現在有了這個賬號囉 有賬號之後 重點開始囉 來 進入本篇的精華囉 我們進入這個賬號之後啊 來 先回到上一頁 這個 更多設定 然後 開發者選項 開發者選項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裝置解鎖 有沒有 裝置解鎖狀態 這裡 裝置解鎖狀態點下去 好 他就會授權同意什麼什麼什麼的 彎同意 之後就綁定喔 綁定你的SIM卡 就是其實 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支手機裡面裝了一個SIM卡 這個要綁定他 來 綁定小米帳號跟 這一 那個SIM卡 要先綁定 等他喔 好 我已經綁定好了對不對 綁定好 接下來要進入重點啦 超級的重點來囉 回到上一個小米帳號 好 這裡要跟電腦同步作業 我們來看一下喔 電腦同步作業 電腦 我先把手機放囉 來 回到我的桌面 我之前那個 跟大家教 就是教大家裝好的那個 解鎖程式 又再拿出來用啦 如果大家 不知道怎麼用的話 就是去參考我之前的影片喔 在這裡 就是點這一個 Mini Flash Unlock 這一個 好 執行 執行他就有什麼 免責聲明啊 你就按同意 好 同意之後呢 來喔 我把畫面轉好 等我一下 同意之後呢 這裡 大家看到這個嗎 這一個 二維條碼點下去 然後他就說要少 等他出來對不對 圖案出來之後 我們要用手機來掃描喔 吼 我們從這裡 按下去 然後這裡按同意 呃 允許 允許 好 掃描他 掃描之後呢 我們就按登錄 確定 好 手機的地方 就好囉 手機的地方 暫時搞定了喔 齁 手機不用 我們要等下把那個 現在你看電腦畫面啊 電腦畫面就是說 你還沒連接手機對不對 好 來 回到手機這裡 這裡有一個 電源鍵跟音 音源的下鍵有沒有 來 我們先 把它 關機 關機 每支小米手機畫面幾乎都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齁 所以大家看這支要做的就好了 再來 這個 紅鍵跟下 按下去喔 齁 紅鍵跟下 這是因為 接上手機的 所以是接上電腦了 紅鍵跟下 按下去喔 按住 好 Faceboot畫面出來對不對 Faceboot畫面出來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回到電腦喔 回到電腦這裡喔 你等它一下喔 因為驅動程式裝好了 我們要等它一下喔 驅動程式裝好 所以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就等畫面 他就說已經連接小米手機啦 這裡我們就按解鎖喔 確定解鎖喔 解鎖成功囉 這樣我們就成功解鎖囉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已經完成解鎖我們的手機了 不知道這樣大家有沒有明白整個過程呢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可以提出來討論喔 這樣子 台幣600塊啦 人民幣130 省下你15天等待時間 真的是 人家說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還15天耶 15天值多少錢 不要 不要這樣 省下你的金錢 欸不對 省下你的時間好不好 600塊 我覺得花一花 今天跟大家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 掰掰